了不起的盖茨比第八章我整夜不能入睡 一个乌笛在海湾上不停的呜呜响 我好像生病一样在猙獰的现实与可怕的噩梦之间辗转反侧 天快亮的时候 我听见一辆出租汽车开上盖茨比的汽车道 我马上跳下床开始穿衣服 我觉得我有话要跟他说 有事要警告他 等到早晨就太迟了 我穿过他的草坪 看见他的大门还开着 他在门厅里靠着一张桌子站着 由于沮丧或者瞌睡而显得很颓腾 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惨淡的说 我等了 四点钟左右他走到窗门 站了一会儿 然后把灯关掉 那天夜里我们俩穿过那些大房间找香烟的时候 他的别墅在我的眼里显得特别巨大 我们推开帐篷布式的后门帘 又沿着无尽头的黑暗墙壁 瞎摸寻找电灯开关 有一次我轰隆一声摔在一架幽灵式的钢琴的键盘上 到处都是多的莫名其妙的灰尘 所有的屋子都是没红红的 好像有很多日子没通过气似的 我在一张不熟悉的桌子上找到了烟盒子 里面还有两根走了位的 干瘪的指标 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直 坐下来对着外面的黑夜抽烟 你应当走开 我说他们会追查你的车子 这是肯定的 现在走开 老兄 到大西洋城去待一个星期 或是往北到蒙特利尔去 他不肯考虑 他绝不可能离开戴西 除非他知道他准备怎么办 他在抓着最后一线希望不放 我也不忍叫他撒手 就是这天夜里 他把他跟丹科迪度过的年轻时代的离奇故事告诉了我 因为杰伊盖茨比已经像玻璃一样 在汤姆的铁硬的恶意上碰得粉碎 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也演完了 我想他这时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 但他只想谈戴西的事 他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 他以前以各种未透露的身份店 曾和这一类人接触过 但每次总有一层无形的铁丝网搁在中间 他为他神魂颠倒 他到他家里去 起先和泰勒营的其他军官一起去 后来单独前往 他的家使他精益 他从来没进过这样美丽的住宅 但是其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强烈的情雕 却是因为他住在那里 这房子对于他就像他在军营里的帐篷 对于他一样的平淡无奇 这房子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神秘气氛 仿佛暗示楼上有许多比其他卧室都美丽而凉爽的卧室 走廊里到处都是赏心乐事 还有许多风流艳食不是美红红 用薰香草保存起来的 而是活生生的 使人联想到今年的雪亮的汽车 联想到鲜花还没凋谢的舞会 很多男人曾经爱过戴希 这也使他激动 遮在他眼中增高了他的身价 他感到他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 空气中弥漫着仍然颤动的感情的阴影和回声 但是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出入戴希家里 纯粹是出于偶然 不管他作为结衣盖子笔 会有何等的锦绣前程 目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 一闻不明的青年人 而且他的军服这件看不见的外衣 随时都可能从他肩上滑落下来 因此的禁锁利用他的时间 他占有了他所能得到的东西 狼吞点咽 肆无忌惮 终于在一个静忌的十月的夜晚 他占有了戴希 占有了他 正因为他并没有否证的权利去摸他的手 他也许应该鄙视自己的 因为他确实用欺骗的手段占有了他 我不是说他利用了他那虚幻的百万家财 但是他有意给戴希造成一种安全感 让他相信他的出身跟他不相上下 相信他完全能够照料他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能力 他背后没有生活忧郁的家庭撑腰 而且只要权无人情为的政府一声令下 他随时都可以被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 但是他并没有鄙视自己 事情的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 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时行论 然后一走了之 但是现在他发现 他已经把自己献身于追求一种理想 他知道戴希不间寻常 但是他并没认识到一位大家闺秀 究竟有多少不同寻常 他回到他那豪华的住宅里 回到他那丰富美满的生活 突然不见了 给盖茨比什么也没留下 他觉得他已经和他结了婚了 如此而已 两天之后 他们俩在见面时 显得心慌意乱 似乎上当受骗的倒是盖茨比 他家凉台沐浴在灿烂的星光里 他转身让他吻他那张奇妙 可爱的嘴时 时髦的长靠椅的柳条 直直作响 他看了两个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 更懂人 盖茨比深切地体会到 财富怎样进店和保存青春与神秘 体会到一套套一桩 怎样使人保持清晰 体会到戴希像白银一样 焦焦发光 黯然高居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 我没法向你形容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他 以后感到多么惊讶 老兄 有一阵我甚至希望他把我甩掉 但他没有 因为他也爱我 他认为我懂很多事 因为我懂得和他懂得不一样 我就是那样 把雄心壮志撇在一边 每一分钟都在情网越陷越深 而且忽然之间我也什么都不在乎了 如果我能够告诉他我打算去做些什么 而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 那么又何必去做大事呢 在他动身到海外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 他搂着戴希默默地做了很长的时间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日 屋子里生了火 他的两颊轰得通红 他不时移动一下 他也微微挪动一头胳膊 有一次他还闻闻他那无黑光亮的头发 下午已经使他们平静了一会 仿佛为了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为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远的分离做好准备 他用无言的嘴唇拂过地上一的尖头 或者他温柔地碰一碰他的指尖 仿佛他是在睡梦之中 他俩在这一月的相爱中 从来没有像这样亲密过 也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刻的互通中曲 他在战争中一帆风顺 还没上前线他就当到上尉 阿贡战役之后他就晋升少校 当上了失机枪连的连长 停战以后他急得发疯地要求回国 但是由于混乱或者误会 他却被送到了牛津 他现在烦恼了因为戴希的心理流露出紧张的绝望情绪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回来 他开始感觉到外界的压力 因此他需要见他 需要感到有他在他身边 需要他安慰他 说他所做的事完全正确 毕竟戴希还年轻 景一他那人为的世界充满了蓝花 愉快的势力风尚和乐队 是那些乐队定当年的节奏 用心的曲调总结人生的哀愁和温情 萨克斯省通宵物业着比尔街爵士乐绝望的哀愿 同时一百双金银舞鞋扬起闪亮的灰尘 每天晚茶时分 总有一些房间由于这种地儿田的狂热乐曲 而不停的震颤 同时鲜亮的面庞飘来飘去 好像是被哀怨的喇叭 吹落在五地里的玫瑰花瓣 在这个朦胧的宇宙里 戴希随着社交盲迹又开始活跃了 忽然间他又重新每一天和五六个男人定五六四约会 打破小才困顿不堪的入室 叶恩礼服的珠子和薄愁同凋零的兰花缠在一起 丢在他床边的地板上 在这整个期间他内心深处渴望做出一个决定 他现在就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刻不容缓 而且这个决定必须由一股近在眼前的力量来做出爱情了 金钱了 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股力量在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 随着汤姆布坎农的到来 而出现了他的身材和身价都很有分布 因此戴希也觉得很光彩 毫无疑问 有过一番思想斗争 后来也如释重负 盖茨比收到信时还在牛津 这时长岛上已是黎明 我们走过去把楼下其余的窗子也都打开 让屋子里充满渐渐发白 渐渐金黄的光线 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投在露水上 同时幽灵般的鸟在蓝色的树叶中开始歌唱 空气中有一种慢慢的愉快的动静 还说不上是风 预示着凉爽宜人的天气 我相信他从来没爱过他 盖茨比从一扇窗前转过身来 用挑战的神器看着我 你一定得记住 老兄 他今天下午非常紧张 他跟他讲那些话的方式把他吓唬住了 他把我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骗子 结果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闷闷不乐的坐了下来 当然他可能爱过他一阵子 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在那时也更加爱我 你明白吗 忽然间他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无论如何 他说这只是个人的事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除非猜测在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中 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强烈感情 他从法国回来后 汤姆和戴希还在做结婚旅行 他痛苦不堪而又不由自主地 用他均享所余的最后的钱 到路易斯维尔去了一趟 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走遍当年他俩在11月的夜晚 并肩散步的街道 又重访他俩当年开着他那辆白色汽车 去过的那些偏僻地方 正如戴希家的房子 在他看来一向比别的房子更加神秘和欢乐 现在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本身 虽然他已去不回 在他看来还是弥漫着一种忧郁的美 他离开的时候觉得 假使他更努力的去找的话 他也许可以找到他的 而现在他却留下他走了 三等车里很热 他现在一闻不剩了 他走到厂棚的通廊 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 接着车站流了过去 一幢幢陌生的建筑物的背面移动过去 然后驶过春天的田野 一辆黄色电车在那里并排飞驰了一会功夫 电车上可能有人一度无意间在街头看见过他那张迷人的脸庞 铁轨拐了一个弯 现在是背着太阳走 西沉的太阳光芒四射 似乎为这个慢慢消逝的 他曾生活过的城市嘱咐 他绝望地伸出手去 仿佛只想抓住一缕青烟 从那个因为他而使他认为是最可爱的地方留下一个碎片 但是在他模糊的立眼前面一切都跑得太快了 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那一部分 最新鲜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失去了 我们吃完早饭走到外面阳台上去时已经九点钟了 一夜之间天气骤然变了 空气中已经有秋意 圆丁 盖茨笔的老佣人中的最后一名来到台阶前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掉 盖茨笔先生 书也很快就要开始落了 那样水管子就一定会堵塞今天不要搞盖茨笔回他 他含有歉意的转身对着我 你知道吗 老兄 我整个夏天从来没用过那个游泳池 我看看我的表 站起身来 离我那班车还有十二分钟 我并不愿意进城去 我也没有精神于一点像样的工作 可是不仅如此 我不愿意离开盖茨笔 我误了那班车 又误了下一班 然后才勉强离开 我给你打电话吧 我最后说 一定 老兄 我中午前后给你打电话 我们慢慢地走下了台阶 我想戴茨也会打电话来的 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 仿佛他希望我证实的的话 我猜想他会的 那么 再见吧 我们握握手 然后我就走开 在我快走到树林之前 我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又掉转身来 他们是一帮混蛋 我隔着草坪喊道 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 还比不上你 我后来一直很高兴 倒说了那句话 那是我对他说过的唯一的好话 因为我是彻头彻尾不赞成他的 他起先有礼貌的点点头 随后他脸上露出了那种 喜洋洋的 会心的微笑 仿佛我们俩在这件事上 早已进行了疯狂的勾结 他那套华丽的粉红色衣服 衬托在白色的台阶上 构成一片鲜艳的色彩 于是我联想起三个月前 我初次来他的 古色古香的别墅的那个晚上 当时他的草坪和汽车道上 挤满了那些猜测 他的最谦的人们的面孔 而他站在台阶上 藏起他那永不服侍的梦 向他们挥手告别 我感谢了他的殷勤招待 我们总是为着 向他道谢我和其他的人 再见 我喊道 谢谢你的早饭 在此笔到了城里 我勉强抄了一会 那些不计其数的股票行情 后来就在我的转移里 睡着了 中午前不久电话把我吵醒 我吃了一惊 脑门上汗珠直冒 是乔丹贝克 他时常在这个终点打电话给我 因为他出入大饭店 俱乐部和私人住宅 行踪不定 我很难用任何其他办法找到他 通常他的声音从电话上传来 总是清凉悦耳 仿佛一块草根土 从一片碧绿的高尔夫球场上 飘进了办公室的窗口 但是今天上午 他的声音却显得声音哭走 我离开了戴希的家 他说 我此刻在海普斯特德 今天下午就要到索斯安普敦去 他离开戴希的家 可能是很得体的 但是他的做法却使我不高兴 接着他下面一句话更叫我生气 昨晚你对我不怎么好 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关系呢 天科的沉默 然后不管怎样吧 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 那么我就不去索斯安普敦 下午进城来 好不好 不好 我想今天下午不行 随你的便吧 今天下午实在不可能 许多 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 后来突然间我们俩都不再讲话了 我不知道我们俩是谁 把电话啪的一下挂掉 但我知道我毫不在乎了 我那天不可能跟他在茶桌上面对面聊天 即使他从此永远不跟我讲话也不行 几分钟以后我打电话到盖茨比加去 但线给占了 我一脸打了四次 最后 一个不耐烦的接线员告诉我 这条线路在专等底特律的长途电话 我拿出火车时刻表来 在三点五十分那般车上画了个小圆圈 然后我靠在椅子上 想思考一下 这时才是中午 那天早上乘火车路过灰堆时 我特意走到车厢的另外一边去 我料想那整天都会有一群好奇的人围观 小男孩们在尘土中寻找黑丝的血斑 还有一个爱唠叨的人翻来覆去讲出事的经过 一直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不真实 他也讲不下去了 莫特尔维尔逊的悲惨的结局也就被人遗忘了 现在我要到回去讲一下前一晚 我们离开车行之后那里发生的情况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的妹妹凯瑟琳 他那天晚上一定是破了他自己不喝酒的规矩 因为他到达的时候已经喝得昏头昏脑的 无法理解救护车已经开到福乐兴区去了 等他们使他明白了这一点 他马上就晕了过去 仿佛这是整个事件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 有个人或是好心或是好奇让他上了他的车子 跟在他姐姐的遗体后面一路开过去 直到午夜过去很久以后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拥在车行前面 同时乔治威尔逊在里面长沙发上不停的摇来晃去 起先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 凡是到车行未免来的人都忍不往往出面张望 后来有人说这太不像活了才把门关上 米切里斯和另外几个男人轮流陪着他 起先有四五个人 后来剩下两三个人 再到后来米切里斯不得不要求最后一个陌生人再等十五分钟 让他回自己铺子里去煮一壶咖啡 在那以后他个独一个人待在那陪着威尔逊一直到天亮 三点钟左右 威尔逊哼哼唧唧的胡言乱语起了质变 他渐渐安静了下来 开始谈到那辆黄色的车子 他宣布他有办法去查出来这辆黄车子是谁的 然后他又拖日说出两个月以前 他老婆有一次从城里回来时鼻青脸肿 但等着听到自己说出这事 他畏缩了一下 又开始哭哭啼啼的叫喊我的上天 米切里斯笨口啄舌的想法子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结婚多久了 乔治得了 安安静静坐一会儿 回答我的问题 你结婚多久了 12年生过孩子没有 得了 乔治坐着别动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你生过孩子没有 硬壳的棕色甲虫不停地往暗淡的电灯上乱撞 每次米切里斯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公路上急驰而过 他总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几个小时以前那辆没停的车 他不愿意走进汽车间去 因为那张停放过尸体的工作台上有血迹 他只好很不舒服的在办公室平走来走去环背到天亮的已经熟悉一面的每样东西了不时的又坐在维尔逊身边想法让他安静一点 有没有一个你有失去去的教堂 乔治 也许你已经好久没去过的 也许我可以打电话给教堂 请一位牧师来 他可以跟你谈谈 不好吗 不属于任何教堂 你应当有一个教堂 乔治 碰到这种时候就有用了 你从前一定做过礼拜的 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听着 乔治 你听我说 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那是很久以前来回答问题的努力打断了他来回摇摇的节奏 他安静了一回 然后和原先一样的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表情又回到了他无神的眼睛里 打开那个抽屉看看他指着书桌说 哪个抽屉 那个抽屉那一个米切里斯打开了离他手边最近的那个抽屉 里面什么都没有 除了一根小小的贵重的狗皮带 是用牛皮和银变制作的 看上去还是新的 这个 他举起狗皮带问道 威尔逊瞪着眼点点头 我昨天下午发现 他想法则向我说明他的来由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蹊跷 你是说你太太买的吗 他用保纸包着放在他的梳妆台上 米切里斯看不出这有什么古怪 于是他对威尔逊说出十来个理由 为什么他老婆可能会买这条狗皮带 但是不难想象 这些同样的理由 有一些威尔逊已经从木特尔那里听过 因为他又轻轻地哼起 我的上帝 他的安慰者还有几个理由 没说出口又缩回去了 那么他杀害了他 威尔逊说 他的嘴巴突然张得大大的 谁杀害了他 我有办法打听出来 你胡思乱想 乔治 他的朋友说 你受了很大的刺激 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还是尽量安安静静地做到天亮吧 他谋杀了他 那是交通事故 乔治威尔逊摇了摇头 他眼睛眯成一条缝 嘴巴微微咧开 不以为然地轻轻哼了一声 我知道 他肯定地说 我是个信任别人的人 从来也不怀疑任何人有鬼 但是我一己弄明白一件事 我心里就有数了 是那辆车子里的那个男人 他跑过去想跟他说话 但是他不肯停下来 米切里斯当时也看到这个情况了 但他并没想到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他以为威尔逊太太是从他丈夫那里跑开 而并不是想拦住某一辆汽车 他怎么可能弄成那样呢 他这人很深沉 威尔逊说 仿佛这就回答了问题 他又摇晃起来 米切里斯站在旁边 搓着手里的狗皮带 也许你有什么朋友 我可以打电话 请来帮帮忙吧 乔治 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 他几乎可以肯定 威尔逊一个朋友也没有 他连个老婆都照顾不了 又过了一会 他很高兴看到屋子里起了变化 窗外渐渐发蓝 他知道天快亮了 五点左右 外面天色更蓝 屋子里的灯可以关掉了 威尔逊呆滞的眼睛 转向外面的灰堆 脸上面小朵的灰云 呈现出离奇古怪的形状 在黎明的微风中飞来飞去 我跟他谈了 他沉默了半天以后 喃喃地说 我告诉他 他也许可以骗我 但他绝骗不了上帝 我把他领到窗口 他费劲地站了起来 走到后窗户面前 把脸紧贴在上面 然后我说 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事 你所做的一切事 你可以骗我 但你骗不了上帝 米切里斯站在他背后 吃惊地看到他正盯着 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 暗淡无光 巨大无比 刚刚从消散的夜色中显现出来 上帝看见一切 威尔逊又说了一遍 那是一幅广告 米切里斯告诉他 不知是什么 使他从窗口转开 回头向室内看 但是威尔逊在那里站了很久 连紧靠着玻璃窗 向着曙光不住地点头 等到六点钟 米切里斯已经筋疲力尽 因此听到有一辆车子 在外面停下的声音时 满心感激 来的也是昨天帮着首页的一位 答应了要回来的 于是他做了三个人的早饭 他和那个人一同吃了 威尔逊现在比较安静 米切里斯就回家睡觉 四小时之后他醒过来 急忙又跑回车行 威尔逊已经不见了 他的行踪 他一直是步行的 事后查明是先到罗斯福岗 从那里又到盖德山 他在那里买了一块三明治 可是并没吃 还买了一杯咖啡 他一定很累 走得很难 因为他中午才走到盖德山 一直到这里 为他的时间做出交代 并不难有几个男孩子 看到过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 还有几个路上开汽车的人 接着他从路边上 古丽古怪的盯着他们 以后三小时 他就无影无踪了 警察根据他对 米切里斯说的话 说他有办法查出来 猜想的用那段时间 在内带地方走遍各家车行 打听一辆黄色的汽车 可是始终并没有一个 见过他的汽车行的人 站出来说话 所以他或许又更容易 更可靠的办法 去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情 到下午两点半钟 他到了西卵 在那里他问人 到盖茨比家去的路 所以那时候 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了 下午两点钟 盖茨比穿上游泳衣 留了话给男管家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 就到游泳池来给他送个信 他知道汽车房去 拿了一个夏天 供客人们娱乐用的橡皮垫子 司机拨的把垫子打足了气 然后他吩咐司机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把那辆敞篷车开出来 而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前面左边的挡泥板需要修理 盖茨比把垫子扛在肩上 向游泳池走去 有一次他停下来挪动了一下 司机问他要不要帮忙 但是得摇不摇头 再过一会就消失在叶片 正在变黄的树木中了 始终没有人打电话来 可是男管家午觉也没睡 一直等到四点 等到那时即使有电话来 也早已没有人接了 我有一个想法 盖茨比本人并不相信 会有电话来的 而且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 他已经失去了 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 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 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 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 而感到毛骨悚然 吻师发觉一朵玫瑰花 是多么丑恶的东西 阳光皱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 又是多么残酷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 在这里可怜的幽魂 呼吸着空气般的青木 鱼飘膝荡 就像那个灰蒙蒙的 战怪的人行 穿过杂乱的树木 悄悄地朝他走来 汽车司机 他是乌尔夫山目手下的一个人 听到了枪声 说后他可只能说 他当时并没有十分重视 我从火车站 把车子直接开到盖茨比加里 等我急急忙忙冲上前门的台阶 才第一次驶屋的人感到是出事了 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们四人 司机 男管家 袁丁和我 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游泳池边 池里的水有一点微微的 几乎看不出的流动 从一头放进来的清水 又流向另一头的排水管 随着隐隐的涟漪 那只有重负的橡皮垫子 在池子里盲目地飘着 连水面也吹不住的一阵微风就足以扰乱 他那在这偶然的重负的偶然的航程 一堆落叶使他慢慢旋转 像经尾仪一样 在水上转出一道细细的红色的圈子 我们抬起盖茨比朝着屋子里走以后 园丁才在不远的草丛里 看见了威尔逊的尸体 于是这场大屠杀就结束了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